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我是节目主持人金明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又到了这个每个月 我们要带我们的听众朋友到大陆去玩 我们这个达人带路 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哪里呢 我们要带大家到这个山东省 那我们一样邀请到这个新中国的这个编辑 这次邀请到叶里维 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山东 那为什么介绍他呢 因为他在去年的10月 他们有特别安排一个这个媒体采线团 就是他们有到山东去走一遍 那实地到山东去考察一些特别的景点 那其实山东呢 他的整个发展非常的早 最早从青岛的时候 其实整个青岛的建设呢 包括这个德国也曾经占领青岛 所以那边的建设其实非常的这个西洋 那我们今天呢 就邀请到李维来为我们介绍山东 嗨 李维你好 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这次呢 这个山东 先跟我们讲一下你山东去几次 山东其实是去第一次 但是因为之前其实在公司的业务上 其实与山东有很长的一段接触 那这次其实真的实际去到之后 其实是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进步吗 很进步 对因为山东其实算是 中国旅游蛮早开发的一个地方 那他在历史跟人文的部分 其实也是算中国很早期的嘛 毕竟是在中原的那个时候 那这个山东其实在去年三月呢 我也曾经跟团去过一次哦 然后山东一些比较有名的景点 比如说青岛啦 或者是这个济南啊都有去过 那其实山东呢 还有几个蛮有名的景点哦 我在上次的行程可惜没有去 那比如说是泰山啊 或者是这个孔子的一个孔庙孔林这些东西哦 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化遗产 那其实这个李维他们这次的行程就有跟到哦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 如果你到山东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你的行程哦 如果你想要特别去看泰山 你就要注意行程里面有没有安排 那像我的这个行程可能就是没有安排泰山哦 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这个不同的市区去移动 但是我发现这个两边的行程 几乎是济南必去的 是不是因为济南是这个山东的省会的关系 所以不管你走山东哪个行程 好像一定会去济南 然后去看那个泉水 济南其实就是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的 这条路线的很重要的部分 那他在很早的这个历史里面叫做泉城啊 那除了他是基本上他是山东的省会之外 他在人文上面也是相当历史悠久 在宋朝的时候开始有所谓的西湖嘛 对西湖开始成为中国很热门的文人 文青必去打卡的一个景点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写诗 但是其实在这之前最有名的景点就在大明湖 对大明湖呢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老禅游记 而且大明湖跟我们这个乾隆皇帝 也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 那光是在大明湖啊 如果你去参加这个导游 就可以讲很多大明湖的故事 对像是大家知道环珠哥哥嘛 对对大家讲到乾隆的跟紫威的那一段就是在那边发生的 那还有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泉水 之所以叫做泉城 代表是他们的整个古城区里面有将近数百个泉岩 也就是会有冒出泳泉的地方 那最有名的是那边的泉水是其实是几乎可以是可以森营的 对其实呢我到那个那时候去逛这个 比如说这个暴突泉啊或者是这个黑虎泉的时候 其实当地很多人他们都会拿瓶子直接去做 直接来打水 那那个导游也有介绍说 其实他们这个他们的政府啊 就是都会定期检验那个泉水的那个瓶子 所以确实是直接可以拿起来生饮的 那就算你不敢喝也没关系 其实你拿来这个放在手上 你就会感觉手真的有一点光滑 那真的就是有矿物质的那一种 对而且呢他还这个导游还特别交代我们说呢 可以拿一些空瓶子 然后去装 然后回到饭店去泡茶 不晓得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还那个茶还特别好喝 这我相信啦 就是你到了山东 尤其是济南这个地方 能看到他们当地的人 其实非常的悠哉 那他们的生活其实在老城区 或者是在他们城区之外 老城区其实他们所谓的闹区啦 那其实也是进步的蛮厉害的 那在当地这个生活的 你看他们平常的生活还是维持着 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山东一贯的悠闲 其实山东整个就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度假的地方 可能他也是靠海的关系 然后又比较偏北部嘛 所以他的纬度比较高 那整个生活作息就是 大家会多了一种慢活的那种城市的感觉 对你其实 他们那边的年轻人也有 年长的人也有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像是新旧交融啦 对啊 尤其是政府在山东这个地方 他们所做的端游旅游建设 其实花了很多的钱 对那因为山东也是算是中国 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大省 所以他们其实平均的所得都还蛮高 生活也算是蛮进步 其实到那边不会有那个 大家想到所谓落后的感觉 对那 他毕竟也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地方 所以他们那边也算是蛮有礼貌的 对那这个其实济南这个有好几百个泉员 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就是 总瓜就是简称就是济南七十二泉对不对 对简称是如此啦 但是其实大小泉其实是超过的 对那 那其实最有名的在我觉得在泉水跟泉水最有名的莫过于两个人 对一个是乾隆 就是他们那时候他看到暴徒权 他往上奔发树齿 那其实那个好像也是中国第一名犬嘛 那他就乾隆就在那边提字 留了一个石碑 就是帮他定下暴徒权的这个名号 对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女慈人 李清照 对对对对 李清照他们家其实就在暴徒权的旁边附近 而已对那他在前半生他后半生很惨嘛 因为在南宋颠沛流离的日子 但是前半生在他老公还在的时候 他们夫妻两在那边其实是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那他所谓他那时候的生活算是颇光淋漓啦 对啊就是一个非常清朗非常悠闲的日子 其实都在济南度过 好那我们刚介绍的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泉水 那其实他的很多泉水呢 好像这个出来之后都通通都是流到大明湖 那其实大明湖就在济南的这个市中心啊 那如果你到大明湖呢 其实是可以坐船游那个湖的 那其实虽然说那个现在景观有点这个冲击 就是说因为旁边已经都高楼盖起来了 但是基本上那个游湖的船 还是维持的蛮这个古色古香的 那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大明湖这个老禅游记的这个刘二好不好 所谓讲到老禅游记的刘二的话 在大明湖这段其实在近代的旅游上面 其实刘二帮了很多忙啦 尤其是很多的民国之后有很多的文人或是现在的网路的年轻人 大家还有国文课本上最对大明湖最有印象的就是老禅游记的那一段 是啊 对那他好像也是算是他里面的比较知名的几篇 那他形容那一段是其实是在深秋的时候 大概是芦苇花开 那其实大明湖比较厉害的景点是他在荷花全开的时候 他是一层三色半层湖四面荷花三面流嘛 是 对那他去的时候其实是在芦苇花开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荷花都已经哭的差不多了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想象 他想象了那个那个如果是荷花开的那个时间 他把他形容的微妙微笑 其实事实也是如此啊 从7月开始济南就会举办了荷花节 那9月开始举办了菊花节 那他分别是在大明湖跟暴徒权这两个地方 所以你从7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 其实都有很好的赏花的盛会在这边可以看到 对那在刚才讲到大明湖的地方 其实除了他所谓的景色之外 在周遭人文景点 他其实是一个他大概占了济南古城的大概三分之一大小 对所以他周遭景点人文景点非常丰富 像是刚才提到的李白嘛 对跟杜甫其实在这边也常常在这边饮酒作乐 在西湖还没有起来之前 其实大明湖就是所谓的北方西湖 对他非常的有名 那其实还有一些像是铁公池啊 北极阁 对一些比较早期的宗教的景点 这边也有 还有历夏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历夏慈亭谷 就是此历名人盛世多嘛 对那他历夏亭这地方最有名的就是 他其实锦南他后面还有一个叫说历山的地方 是 对他在老禅游记中形容了他历山的倒影 倒影印在大明湖上的时候 对跟整个卢尾花 他整个串联的这一段景致就像是梦境一般 是 对但其实 呃现在去的时候 我最近去的时候其实 毕竟游人比较多 那个倒影可能没有那么近啊 因为他不可能跟早期那个时候可能不太一样 对但是其实还是蛮漂亮 因为他真的很悠哉 你看到柳树啊 荷花啊 还有 呃现在应该都是城市的倒影了啦 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到整个大家那边游船的样子 其实就会很荣露其中 我觉得济南真的有很适合大家真的去看一次 对对对在山东是绝对要去的 我们现在介绍是济南喔 那其实呢 如果你是山东的游城喔 其实还蛮多 比如说是青岛进去济南出来 或者是青岛进青岛出喔 这个蛮多选择的 那我觉得还特别的是你这次居然是直飞到烟台对不对 烟台对 因为他们这一次 就是山东他们省旅局就是很发尾啦 他们对于烟台的这个新的机场 他们想要做一点推广 那其实目前我们台湾直航烟台的班子 还没有青岛这么多 所以你会看到普遍的行程都还是青岛进或是青岛出 对好像青岛进出是最多 那有一些他会标榜这个不走回头路 就是青岛进济南出这样子 青岛进济南出 那青岛进济南出也算是蛮 我觉得那个行程也蛮难得的啦 因为毕竟他可能他可以绕其他的地方会再久一点 对对对 要不然就是比如说你青岛进的话 可能绕了一圈最后一晚 可能最后一天还是又回到青岛 对不对 为了配合班机的时间 所以你可能景点会稍微有玩的比较没有那么多 那其实烟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别 是他在山东的这个满北边的嘛 应该是很靠北边靠海的地方 那其实烟台就有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景区对不对 这个蓬莱格 然后这个巴仙渡海 那是不是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蓬莱格这个景区好不好 他好像也是5A的景区 他是5A景区 然后我觉得他最大的点 大家知道黄海跟渤海 对其实蓬莱格这个点 刚好在所谓黄海跟渤海的交界 那你站在蓬莱格的上面 其实你会看到很明显的黄海跟渤海分界 黄海真的就是很黄 有差一点点 真的就是有差异 那他因为你眼见都是一片海 所以海天一色 可是中间又有颜色的差异的那个感觉 其实是很矿源的 是很我觉得渺茫无际的这样子 我觉得也很厉害 那其实他之所以被称作5A是在于说 他除了自然景点之外 还有他的历史 他过去也是北洋舰队在这边训练水师的地方 对还有七季光也是在这边练兵嘛练海军 对那其他比较有趣的是 刚才讲到大概讲到八仙过海 而且神明的事情其实这边蛮妙的哦 这边除了八仙有所谓他的八仙阁之外 对他还有龙王庙 还有他们这边也有算是北方很早的一个妈祖庙 对那很有趣的是 像妈祖庙因为他管了两边的海 所以他为了要听到两边的声音啊 两边人民的声音 所以他必须可能 135或是246我举例 135或是26他可能会分开两边的厢房碎 所以他的妈祖并不是固定会在正厅这样子摆 他可能会在左厢房跟右厢房 哦会移动的 对对对对他会听到黄海这边或是渤海这边的声音 那另外就是他们这边的龙王庙的龙王也很有趣哦 如果你那时候因为山东其实他们有所谓的旱灾 如果他没有久雨不下的话 久汉不雨的话 他们会把龙王拿出来晒太阳 对他们就是希望是 他们就是等于就是 我觉得有点有趣的像是惩罚他的感觉啦 让他自己感同身受 对感同身受 那他如果烤得很热的时候他就会下雨这样 对他就会下雨对对对对 那当初其实像是彭莱阁这个地方 他其实原本很差一点要在战争 我要被毁 他其实他到现在很有名 是因为他还保存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古迹的原貌 对他那时候炮弹刚好打到 他彭莱阁旁边的墙上卡住了 对让这一个好像就是有神明屁用的感觉 让他就是维持了下来 对那其实那个苏东坡也在这边当过了七天的官 他那时候好像是被剑举了哦 被剑举到这边当了七天的官 然后就收到了百姓 刚好其实有点像是收割的感觉 刚好就是百姓也这样对他很爱戴 他在这边留下了他的文字 对其实也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对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 当然大概整个景点 其实你在彭莱阁附近走一圈 你就可以感受到海跟神跟人的那一种文化的很深厚的气息 而且彭莱阁其实他成名非常的早 他呢还号称这个中国四大古楼之一对不对 我过去我们只知道这个江南三大名楼啊 什么岳阳楼啊黄鹤楼啊滕王阁啊 结果原来彭莱阁也有进来也是在四个之一哦 对对对对 他这段是北方和一个很知名的代表啦 对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跟 他其实是独立于崖边崖边的 是 对对所以你会看到他跟海的一个相对的那个对照 对其实是一个 因为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看中国地图就是上面一个北方 一个一个峡湾的这样子一个湾岸 他刚好就在突出了那个角 你就站在那一点的那一刻你就觉得哇真的好像回到了一个古代的感觉 很旷源的感觉 对而且你站在那边呢 正常的天气都是海茫茫的对不对 会有那个雾茫这样子整个笼罩 然后呢其实会有很多海鸥在飞 就是感觉真的到了很原始的一个地方很特别 对他现在呃在彭莱阁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水城啊 那刚才有讲到海军练水师的地方 其实他是在海城的旁边的一个停船的地方啦 那现在已经变成整个水城 他把海水引进去开成了运河 对然后那边还有住的当地的居民啊 还有现在一些新的应该是有新盖重修的一些维持原貌的东西啦 对啊其实你整个看起来除了有居民之外 可以看到海天以色的感觉其实也蛮不错 那其实刚刚已经介绍完这个马祖跟这个东海龙王 那再来就是其实八仙渡海景区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那个八仙渡海的这个雕像啊真的蛮壮观的 而且活灵活现 八仙渡海各显神通啊 那帮我们介绍一下八仙渡海的故事好不好 大家到了彭莱阁这边有一个叫做灯仙阁 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刚才大哥所说的八仙在里面最倒的样子 对那他们当初为什么会叫做最八仙 大家可能有稍微听过最八仙这三个字 其实就在彭莱阁这边发生的 那他们当时是看到了这边的景色太过优美 也就要开始营私作对 然后你知道他们古人就是会有这种失信嘛 然后会喝酒就在那边醉倒了 那他们自己也就彼此发现了宏愿 然后他们那时候有说他们要到 有听过彭莱仙岛嘛对不对 其实那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要从彭莱阁这边过到另外一个岛 彭莱仙岛去 对所以他们就说各显神通嘛那像是鲤铁拐啊铁拐李 对啊或是宗汉林他们就拿出各自的宝物出来 对有听过葫芦啊或是铁扇啊对啊他们就是 反正就是想办法过海就对了 那在这边也可以导游也会在这边说他们自己的 就是彼此的每个人的东西都是 每个人宝物都是像是鲁鼠家珍一样 然后也可以听到他们形容微妙微笑的样子 对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来这边听故事啊 看景色都是蛮有趣的 望着这个茫茫的大海啊真的能够想象这个在古代那个 为什么古代人这么多想象这么多神话故事的流传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看着海天一色 真的还蛮多这个想象空间的哦 那其实呢烟台还有一个这个水果非常有名 帮我们介绍一下 烟台这边他最有名在中国最有名 他其实是一个整啊 应该说整个山东就是一个农业大神 那苹果这边是特别 烟台这边是特别是产苹果的地方 那他也出口到国外 欧美这边其实都能看到烟台苹果的踪迹 那在这边 其实你在饭后 其实他们这边可能有些导游他可能会买一点东西 就是分给大家吃这样子 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到这边吃个苹果 你会看到他这边苹果 跟一般看到的日本苹果不太一样 他又大又圆又红 这真的不夸张 这真的很大很圆很红 然后真的是果如其表啦 对吃起来就是真的很甜 他们这边的食物可能因为比较低温的关系 温度可能比较低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又是算是盛展期 对所以到这边我觉得可以尝尝看他们的水果 当然除了苹果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对因为可能气温比较低 所以他会保存他的一个甜度 那刚听众朋友听了 我们大概蛮长的一段这个节目的介绍 一个心里可能会蛮急的 这个山东最有名的是泰山 这个五岳之手非常有名 那还没介绍 那现在我们就是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泰山 泰山在大家的心里应该是 我觉得相当是熟悉啦 那一点也不陌生 可是从来 我觉得应该没有很多人 台湾应该没有很多人真的上去爬过 对那泰山的话 其实像是你可能会称你的藏人叫做泰山吗 对或者是稳如泰山 形容一个人的泰山 对或者是重如泰山 对可能就会知道说泰山在于古代的文学之中 还有你心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地位 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是他泰山其实是属于天的一个地方 在古代 他是属于天界 他其实有一段道路是从山底走到山底这一段 那他可以说是从地府啊 人间跟天庭 对走过去的这一段的路程 那几乎每一朝的天子 不能说每一朝来 我觉得记得好像印象中是有七个人 七个皇帝他有走过这一段路 那就是要彰显他们改朝换代之后 他们身为天子的一个身份 所谓天赋人权嘛 然后走到天庭要去跟玉皇大帝交代 所以他们要走到最上面的玉皇顶 去做风扇这样子 登山风扇这件事情 对那这一次我们走的路线 其实是从半山腰开始坐缆车上去 对其实现在很方便 过去的人都是用走的 就从山底走到山上 对对对当地年轻的也很喜欢用走的 他们会从凌晨的时候开始走 就是有点超胜的心情 对对对 就应该走七个小时到山顶看日出 现在缆车已经可以坐到山中间是不是 对那边叫做 他们总共三个门 最下面的那个属于地府的那一段门 叫做鸿门 在中间有个是中天门 在上面是南天门 南天门后面就是所谓天界的地方 对那一般来说 大家都会从最下面的鸿门开始 山底往上爬嘛 对那我们这一次走的路线 是从中天门坐缆车到那边 坐缆车到中天门 从中天门的部分开始往上走一小段 走到南天门 走到南天门 其实很近啊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从下面开始走的话 他们人称十八盘 也就是说古代的那个 皇帝如果要爬这段路的话 他们会在中间休息十八次 对每一次教父都是在等这十八次嘛 因为他们才有时间休息 他们要十八次换人 其实你要台这个人走那个山路 很辛苦我们说真的 因为大家可能听过黄山 对或是会拿泰山做比较 他们会说黄山可能比较难爬 因为他可能要走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其实泰山这一段的所谓十八盘 我觉得就真够瘦了 因为以前的阶梯 他到现在还是还是一样 其他阶梯很小 大概只有你的脚掌 脚掌的半个宽 半个宽度 所以你要走那一段的时候 其实几乎都是用脚尖在死力 或者是你可能要用脚跟这样子斜着走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 对对对 那他每年九月的时候 还会办那个登高节嘛 对就是其实他很辛苦哦 对那所以就是你可以 他们其实是要缅怀过去的一个 对于古代的一个想象嘛 所以这一段的话 其实算是很艰辛的一段一段山路啦 那其实泰山他海拔并没有特别高 他才1532.7公尺哦 还算是小山啦 也不算太高 对但是他的地位为什么重要 然后变成这个五月之首 那是不是因为当初这个秦朝 这个秦始皇 第一个在泰山山顶祭天是不是 才留下了这个每一朝 好像改朝换到之后 他们都要去这个走到这个山顶 去告诉这个上天说 我现在是皇帝了 要这个有祭天的一个仪式 就是要封散大典 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蛮有趣的啦 然后其实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宣告自己主权的这种概念 然後其實他最早之所以會出名 泰山其實他不過是個小山 不過他是位在齊國跟魯國這一間這邊 那講到齊武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可以聯想到 所謂山東很有名的人叫做孔子 孔子在這邊他所留下的一些字句 其實是確立了所謂泰山 在中國人的一個地位 那如果上去的話你還可以看到 所謂走到南天門之後是天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泰山上面有孔子的小天下處 對他之所以泰山之所以有名 真的就是他的那一片景 你會看到當年的齊國跟魯國的這條 無限的一個一段清律的小山 泰山他雖然只有1500多公尺 但是他是山東最高的一座山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山東在你腳下的感覺 那你縱觀旁邊的山跟水 你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當天天氣好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那種小天下的感覺 其實在台灣可能也很難見到 因為台灣從山變嶺 可是他那邊如果你看到一望無際的平原 跟丘陵的話 其實那感覺特別不一樣 就是他高度雖然沒有很高 可是相對他來講他周圍都是平原 所以他就會這個視野特別好 那到泰山其實呢 那個自然晚上就會看秀對不對 那非常有名的這個也是山東城這個很有名的秀 叫風扇大典 那幫我們介紹一下 風扇大典秀其實如果大家隔天要去爬泰山的話 前一晚上可能就會安排去看這個秀 對那我們那一天其實是在下午的時候就先入住了泰山 那泰安寺這邊比較有名的一個新蓋的一個飯店 叫做寶勝泰安寶勝 對那其實是他們當地的五星飯店 可能應該現在也是在泰安寺裡面算是最好的一家吧 對那當天下午入住之後晚上我們左邊去看風扇大典 風扇大典他講的就是剛才前面提到的所謂的七個帝王 七個帝王的風扇的這個故事講 從秦朝開始講到唐愛宗武則天 對然後還有到後面的宋真宗 對到後面所謂清朝的康熙乾隆雍正其實他們都有來過 是 對那尤其是在最後面的康熙雍正乾隆這邊這一段喔 他們其實不能算是風扇的啦 他們算是祭天 他們這一段他們其實他們叫做祭天 所以他們那時候確立了所謂泰山所謂神明的一個位置 對他們祖孫都很喜歡來爬 是而且這個他這個秀呢 跟一般我們這個過去常常看到這個印象系列不太一樣 他不算是實景秀對不對 很多實景是會融合背後的山景啊 或者是湖面來做一個設計 然後他這個秀特別的是他居然在那個台階上去演出 然後一個很大的台階 那大量應用現代科技的燈光 然後用了很多LED當背景這樣 他呃其實剛有提到今天18盤 因為大家都是走18盤嘛 皇帝也是走18盤 他這一次真的把18盤搬到了那個景區裡面 所以在演員演出的過程中他必須要走那個階梯 爬上爬下 爬上爬下 但是如果只是階梯的話真的沒有什麼看頭 對 對剛才講到了剛才前面大哥所說的那個燈光秀的部分 對他是用所謂的 那個現在國外也很流行的那種光雕投影 對然後把所有的 呃像是秦始皇冰花馬亂的那段時間 或是呃 武則天在他早期那個 風花雪月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用燈光投射跟演員互動 去創造了很多很多的那種 幻境的感覺 對那他也是把所謂每一個皇帝他所說的攻擊 對跟他所發生的故事也都一起呈現的出來 其實那個秀這個視覺感蠻強的 這個當然是大家聽歸聽啊 一定要眼見為平 這個這個秀一定要是親自這個去看 然後而且特別是他的樓梯啊 居然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之後呢演員還會從裡面這個出來這樣子 算是呃蠻現代蠻蠻厲害的一個秀 對他中間打開的部分其實是在最一開始跟最後面 還有中間某些地方可能會打開來 他會把演員藏在裡面 對然後打開來就等於是算這個幻場的感覺 那一開始的時候他其實是呃一個老先生跟他的孫子 在講故事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講到所謂十八盤的這一段 發生的這些帝王風扇的這一段歷史啊 對他裡面其實總共就分為七個章節啊 當然是虛目尾聲是一定的 再來就是秦漢唐宋清啊 這五個朝代啊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泰山呢 那繼續當然就要講到最重要的這個青島 青島雖然不是省會 但是青島其實開發非常的早 那其實在青島呢也會看到很多這個過去啊 這個中國被這個很多外國人蹂躪之後留下的一個建築啊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青島 青島這個地方應該說是中國現代化最早的幾個地方之一啊 那他因為早期在德國 被德國佔據 德國那時候有所謂的無條件的佔領山東 所以他在這邊受到德國的佔據跟保護 其實他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戰爭的侵擾 因此也留下了很多遺跡 現在的老一代的青島人 其實還對當時的記憶還是非常游深哦 對那也因為如此 他們其實在 相對於南方戰亂 其實他們這邊算是比較偏安的地方 對那也因為受到德國的統治 還有後面日本又在割據了 對所以大概有半個世紀的時間 他其實是不屬於中國的 而且所以就是他留下了很多這個德國的一個建築 對他留下了很多西化跟現代化的東西 到現在現在看起來很古老可以看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德國人他們的工藝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對那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所謂的青島啤酒嘛 對青島啤酒應該因為它是輸出於 輸出於全世界的 所以其實就算是西方人 他們就算不知道青島在哪裡 他們也知道他們啤酒很有名 對那他們啤酒就是德國人留下來的 德國技術這個當初這個移轉就對了 而且在青島啤酒呢 這個如果你到青島一定會安排這個青島啤酒博物館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青島啤酒博物館在裡面 當然他的啤酒真的是不用不用說 這非常好喝 我其實青島啤酒他們還有分做什麼深圳廠 台灣人喝的應該都是深圳這邊來的 比較南方的 對比較南方的 他其實光水質就有差 對不同水 青島真的差很多 青島這邊的水是來自於饒山 等一下可能會提到一點點 對 他來自於饒山的這邊的所謂的泉水 那當初德國會在這邊蓋啤酒堂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喔 水質的關係 對水質關係 那因為他們這邊山東也是普遍盛產大賣嘛 對所以他們把這個做成啤酒 那到現場喝的青島啤酒 他們其實不只有在青島博物館旁邊不只有青島啤酒這個品項 他其實還有白皮黑皮 對還有青皮 對像是類似18天的這種也有 台灣台皮18天都會有 那你其實在那邊喝過你就可以知道說青島啤酒真的為什麼好喝 只有在這邊才能真的覺得是好喝啊 我說真的 不知道大哥在上次去的時候應該有吃過那邊的海鮮跟配啤酒那個感覺 其實在山東的這個旅程呢 幾乎每一餐一定標準就是兩罐啤酒一罐可樂 然後啤酒大部分幾乎都是青島啤酒 是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順口 這個沒有一點這個苦味或澀味這樣子 沒有因為我覺得真的是水質的關係啦 那他們這邊覺得到青島還有另外很有趣的一件事 他們每天都會吃所謂的嘎啦 嘎啦就是蛤蜊 對其實對於台灣人應該不陌生啦 但他們那邊的蛤蜊真的是餐餐都在吃喔 那他們最有名就是用啤酒做酒蒸蛤蜊 就是那個直接乾燒的 那個下面是放滾燙的時候這樣子乾燒蒸 對在那邊看到不論是視覺或是味覺 對或是最後吃起來感覺就是很爽 對我覺得青島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而且其實他們也透過這個青島啤酒也開發更多的 很多周邊的一個商品 甚至還有這個啤酒咖啡 這個很多一個衍生出來的一個替代的一個商品 對 如果到了那個剛才提到的啤酒博物館 其實剛才前面沒有講太多 如果到啤酒博物館的話 它其實主要有三個體驗 那其實第一個當然就是你會去看到他們的歷史 留下來的那些蒸餾槽 或是那樣造的過程 他們都會帶你走過一遍 大概花我記得不貴的門票就可以進去看 那在中間的話你可以他們會帶你體驗到的是 所謂的飲酒會遇到的事 就是他們有一個叫做酒醉屋的地方 其實它是用一個視覺的落差跟平衡感 對讓你去失去平衡感的感覺 讓你去體會酒醉的感覺 你走出來大概會有微醺的感覺 最後他們就是真的讓你喝一杯 對就是我記得好像是一張門票還會付一杯 然後再附一小包的花生 對一小包花生 他們這邊的花生就是他們青島自己 啤酒自己的品牌 其實蠻好吃的 那時候我帶伴手禮的帶那個回來 對就讓你飾飲完之後出來 當然出口就會有一些紀念品購買的店 然後你就可以帶一些啤酒或帶一些花生 或者是一些青島啤酒 一些做上去的特色的一個商品 比如說這個開瓶器 什麼很多很多各式各樣 酒杯 因為他們也算是國際的品牌 所以他們沒有很多國際形象的東西都會有 好那既然我們這個主題 這個聊的話題跳來跳去 那既然聊到啤酒 難免我們要介紹另外一種酒叫葡萄酒 這個到山東 其實山東這個靠北邊 其實還蠻多這個葡萄莊園對不對 我上次去是安排這個張育酒文化博物館 而且他這個好像非常有名 這個中共高層還蠻多人去那邊去視察過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為什麼他們的這個酒這麼有名 對這個酒莊 剛才講到煙台的時候 其實沒有特別提到 漏掉了 我們又從啤酒拉到這個 我們就稍微講一下 當然我覺得這必須是 一定要講的是山東 一個很重要的酒文化之一 那他跟一般的 像是可能河南那邊的酒不一樣 河南那邊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早期 這真的就是最早喝酒的地方 那這邊的酒是來自於西方 除了剛才講到的青島啤酒 還有這邊的煙台的葡萄酒 是特別有名 因為他其實是算是亞洲第一個葡萄莊園 真的就是從他把德國人的技術留下來 那是由張玉這個人 他其實是個華僑 然後從他那時候在東南亞經商的時候回來 經商有成回來開了這莊園 然後把德國人技術留下來 那時候還會存在百年前的酒窖也在 對 葡萄酒博物館的下方 那這邊有一桶很大桶 我記得好像高快兩公尺的酒桶 他所釀造的啤酒是他們裡面最昂貴的 他們有叫酒桶之王 其實好像有三個酒桶吧 那除了你進去那個博物館的時候 除了你會看到他們的商品 下去酒窖走一遭 你會看到他們所謂真正釀造的過程 還會看到他們這一百多年來獲獎的 獲獎的一些獎盃啊 口碑 你都可以看得到 對 那其實他之所以有名 除了他本身好喝之外 當然其他的名的的加持也是 像是國父 孫中山也在這邊留下了酒 足跡啊 對 留下了他的墨跡 對 他說這邊的酒也是真的是很醇厚的 很好的好酒 所以其他這個酒博物館 其實生產的酒非常多 不管是白酒 紅酒 葡萄酒 各式各樣的酒都蠻多的 然後其實他們也會送你一小杯讓你試飲 對 一白一紅 對 一白一紅讓你試 覺得口感不錯了 也可以去帶一點回來 我們聊的這個是張裕酒文化博物館 其實我相信在那附近一定酒莊非常的多 會挑這家一定是這家算是蠻有特色 會特別安排在行程裡面 好 那我們剛剛介紹完張裕酒文化博物館之後 再拉回青島 因為其實不管你從哪邊進 其實還最後蠻多的一個行程都是從青島出 因為畢竟青島搬機最多 這個韓式最多 所以青島出的旅遊團是最多的 那其實到青島的市區的這個周圍 其實他就有很多這個景點 我們剛剛也提到那個他曾經被德國佔領 那其實德國也留下了很多這個建築對不對 包括譬如說信號山 或者是這個德國總統府 都是這個以前德國留下來的一個遺跡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市區的一些景點 對 那剛才提到青島 其實如果是一趟山洞的行程的話 青島可能至少會待個兩天以上 對 因為青島他在過去的這個遺跡 還有他的整個開發 都算是非常完善的地方 那尤其是他擁有山東最長的一段海岸線 所以他從沿岸看到的這些遺跡 你像剛才提到的其實是非常長的 我覺得大概兩天三天 其實差不多可以玩到最精華的部分 那剛才講到最精華的部分 就是落在於所謂市區的幾個三個 五個海灣 我記得五個海灣 那從青島灣開始 還有後面的太平灣 福島灣 都是他們目前青島是最繁榮的地方 那之所以繁榮不但是因為 早期是被德國佔據開發的 對 留下一屆的地方 那他們現在其實也算是最富有的一區 那青島已經是 所謂的中國第三大的經濟都市 那未來也要成可能也會成為自家四字儀 那所以說你到了當地 你除了可以看到很高聳的大樓 很摩登的大樓 它與海所結合的那一種差距感 你也可以看到會有很大片的 德國留下來的建築 是呈現一種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的樣子 他們是整個環繞在整個海灣 我覺得中國只有這個地方才會有這樣子的風景 甚至在其他的國家可能也算少見 因為畢竟是那個時代留下來的 德國的那種風格的建物 那在世界上也很少有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是到青島的海灣這邊 你可以到小魚山上面 小魚山上面它其實是整個海灣的交界處 兩個海灣交界處 所以你站在那中間 它是突出於兩個海灣之間 你會看到左右兩個海灣 整個呈現的包圍的感覺 那右手邊就可以看到是青島站橋 如果你是往海的方向看的話 左手邊的話就是他們最知名的第二海水浴場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金黃色的沙灘 跟整個城市的風景 在兩側呈現不同的風貌 那在靠陸地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就是海灣內 海灣上的話 你看到一邊是青島站橋跟高雄大樓 另外一邊是海水浴場 後面的一側 就全部都是所謂德式的建築 這是一片一整片 遠眺的話你還可以看到 剛才有提到的信浩山跟總督府 信浩山它有去它長的其實是一個 像是蘑菇的樣子 在當地人又稱為它為蘑菇 蘑菇屋 對那如果有機會上去的話 其實可以在那個整個環繞的 因為它上面是個圓球 你可以在圓球裡面看到環繞 整個360度的青島的老城區 就是你只要找個位置 不管是坐好或站好 它就自動幫你繞一圈 自動幫你繞一圈 我覺得這也蠻特別的 然後他們在信浩山 剛才講到信浩山嘛 信浩山山腰的旁邊 其實就有一個所謂的德國總督府 那它也是德國這邊地位最高的建築 也是青島的標誌之一 當年的德國總督就是在這邊入住 你可以看到德國人的手工啊 德國人的他們做 因為德國人他們很注重木造 跟石造的工藝很知名喔 對你可以在裡面看到 當年總督留下來的一些 像是專門特製 為了這個房子訂製的一些木製的家具 都是手工非常精美的 對你可以看到那整個 就算是把手 雖然說講建築 真的無法用想像啦 就是要輕人去看過 你可以看到把手那種魂圓魂厚 摸起來一點都不服手的感覺 就是或者是它的每一個 它有一個櫃子 它要開啟的話 必須要把兩邊的螺旋狀的木頭 他們把那個木柱子做成螺旋狀的樣子 要把每一個轉開 轉開才可以打 那個櫃子其實就是放槍的 因為他們就是住在 可能總督也有一些家人跟小朋友 怕小孩子誤拿誤開 所以它等於是你要雙倍打開之後 打開這個兩邊的一個機關 那個櫃子才可以打開 如果真的幾幾要拿槍出來 都真的很配 就很麻煩了 其實這個是這個德國總督 那它現在已經變成博物館 而且重點是裡面不能拍照 所以你只能用眼睛看 不能夠把它拍回去這個參考 拷貝它的建築獎 真的就要輕人去看一次 那現在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最後當然就要挑這個 大家出國難免就一定要吃東西 那到山東呢 其實山東還蠻多這個特色美食 幫我們介紹一下 剛才提到山東 其實它是一個中國的美食大神 大家聽過滷菜 不是那個滷味的滷菜 真的就是滷國的那個滷菜 那也是山東的簡稱滷菜 其實滷菜它很妙 它是屬於比較 其實台灣人應該也算是蠻熟悉的 其實或許沒聽過 可是會很熟悉它的菜色 因為它其實在沿海的地方 跟台灣的料理其實也蠻接近 而且它也是以海鮮為主 而且他們那邊的青菜又特別的鮮甜 那山東同時因為也是農業大神 所以他們這邊開發了很多很多的那個 當地的那種一整桌的桌菜 那最特別的是我這邊可以提到兩三間 我覺得蠻特別的地方 那我覺得只要聽過了這一集 應該就是當地的內行人哈拉萊 對對對 那剛剛有說到那個孔家嘛 孔林 孔廟 還有孔府 對 俗稱山孔的世界遺產 對 那我們這次很可惜沒有機會講完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是到那邊玩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安排你去吃一次孔家菜 對 孔家菜它其實很特別 對 那它分為三種 三大的主軸 那第一個當然是給皇帝吃的 皇帝在這邊拜孔子的時候吃的這種滿漢全席 這個停食我們一般不會吃到啦 對啊 因為是皇帝的大菜 那另外的話就是所謂的孔家宴 孔家宴的話就是有點像是宴客的時候吃的菜 他會主要會是以金字的小點為主 你會看到他們孔府裡面的子曰一些很有趣的典故 可能都會融合在菜色裡面 對 那像是魯碧鑿書嘛 對啊 就是他們會真的做一個魯碧的樣子 就是一個牆上 當初說子曰之所以會被集結成書 成論語 就是因為在這個牆壁裡面發現了孔子的著作 對 那他們就把這個典故也做成了一道菜 對 或者是一些主要很精緻的孔家的小點心 那如果是孔府菜的話那就更特別 他其實孔府菜就是他們孔家人自己在吃的菜 那就是主要以清淡跟素芽為主 對 那如果是我們去吃的那個餐的話 其實會結合孔家宴跟孔府菜的這兩道 對 去幫你做成整個做菜這樣子 那這邊的菜色我覺得在山東其他地方應該是吃不到 因為是他們這邊可以 基本上可以接近是已經列為文化一層的一部分了 對 所以說如果你是有 你的行程有走到這個孔廟孔府孔寧 一般他們中午就會安排孔府家宴就對了 對 他們會安排這個菜是 就是剛剛李維為聽眾朋友介紹的 好 那我們今天因為節目的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新中國的編輯 葉李維為大家介紹山東省 那聽眾朋友如果對這些行程有興趣 也歡迎透過我們的節目預告去連結他們的 新中國以及新傳媒的粉絲頁 都有山東相關的一個訊息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參考看看 好 今天非常謝謝李維 謝謝 謝謝大哥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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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